我們接著要說那一套就是《城下丁的蒲公英》 先說一件事 大家都知道我個人是比較負面的 我一開始看的時候 我是很專業地先搜尋了這套動畫的名字 我先搜尋了這套動畫的名字 我接著見到第一張圖 我見到現在要說那套動畫的漫畫封面 我一看到之後我就覺得 咦?是同人本來的? 我問你意思我知道,你想說什麼 我知道我是很壞的 大家都知道我想的東西是很污蔽的 但你真的不怪我 那些是鏡頭,不是那些東西 你沒想錯了 誤會了這套作品 因為我完全沒接觸過這套作品 這套作品,我一看到封面之後 哇,難道又是一些肉番的東西? 然後我誤會了 為何我知道我誤會了呢? 因為我看到是方文社的出品 方文社是不會做邪惡的事的 金貴方文社的一套叫做學員孤島 我被人打臉 我關到什麼孤島學員 我也是看漫畫版的 我完全沒被人打過面 一切就是N加四夜座 一切就是N加四夜座 好了,大家做了 這套我本身有看漫畫的 其實當時看漫畫的 其實這套大家知道 動畫面看出幾套是四格漫畫 我真的看不出 其實動畫覺得好 動畫覺得好 是四格漫畫覺得比較順 其實當年我看石漫畫的時候 我發現這套故事 不是說不要看 有點悶的 所以我真的沒有追下去 那其實呢 我是不知道蒲公英係是代表什麼 這套故事其實是講這個國家的國王 應田 有九個兒子 龍山九子 九個都不同 九個都不同法式 真的 不是有兩個同法式 不要這麼說 我有仔細研究過 開頭說她是妹妹公主的朋友 應該是 那套故事就是說 這個英田國王 這個國家裏面 有九位的公主和王子 但他們不是住在皇宮裏面 他們是住在尋常八成家 是的 故事就是這樣展開 開頭說 有什麼看? 原來故事的主線就是說 國王就是要選出下一任的國王 而選出的方式是什麼呢? 這個實際上很公平 民主 即使一個君主制度都在說 我們是要說求民主 就是由全國的國民決定 究竟哪一個是成為這個下一任國王 那個投票就會在 不知好像她說 設定是下年三月 就會進行投票 當中裡面 九位公主和王子 九王的敵 啊 各民是怎樣選出她心目中的國王 他們都要明白 這幾位公主和王子 究竟他們的心目 或者他們的人 對人 對事 或者他們所有的態度 所以在這個王國裏面 是裝了無數無數 這麼多的監視鏡頭 是專監視著這九位王子 做一個24小時的真人騷 電視鏡頭會定期播放這個滾動雲條 看著這麼多位江子公正在人氣到的 故事的主角就是三女 阿西身上 基本上就是發財 發財好 聽不出這把聲 不是啊 很容易聽 這把聲很平常 因為本身這套作品 原本是世界漫畫 其實它都是單元方式的 每一次找一至兩個角色 去創造一段劇情 其實它是將那一節 折落在一起 變成一集 當然 其實它是很好的 我記得當時的漫畫 看不下去 因為它是 轉開幾折下的 不是很順利 但漫畫 也是看動畫 做得很順利 這些比較省的劇情 就很順利 或者這麼說 其實我看四格漫畫 我一向都不是很想有些 所謂的背景設定的負擔 即它這裡的背景設定 那個東西 因為它也是 叫做 有個設定在這裡 我一天忍不住 豪租 即是 或者它老爸 他是不是變態 他是不是 不知道 這些叫做什麼 我們ACG界的術語 叫做什麼 公開處刑 你不明白了 有些直升機父母 人家全國看著 看著鏡頭 看著你的生活 多好 體貼入微 鏡頭對國王來說 是有兩個功用的 第一個功用當然是 給全國的國民 時間 Sorry 我說得不好 這是科文社的作品 有男人的 不造邪惡得事 給國民看清楚 下一任國王的候選人 究竟是一個什麼的人 另一方面 偉大的國王父親 為了保護他的子女 始終是國王的子女 你會擔心 他會不會 被人綁架 被人暗殺那些東西 這些鏡頭 都同樣有這個功用 當然你說 如果我這樣的話 最好的就是 他應該向鄰國 Psychopath那邊 引進這個西比斯系統 這個世界就真的 非常好 我告訴你 錯誤 已經糾了 已經糾了 我們這個巢 再加上Psychopath 真是很人性 你才知道 我都是誤會 科文社是不會做邪惡的事 我要 又說 雖然說狗和奪 但你看到有些人 是不想欠王位 欠王位 欠得很君子 我們是大家家人 會先吃早餐 我們不可以 用其他人互相戰鬥 不可以這樣做 如此類的 有其他人看 我們做中藝節目的表演 知不知道 但也是這樣說 我看這些電影 我一直都說 我一直用另類觀點去看 這套東西 我開頭看 有鏡頭 難道在沒有鏡頭 就是他們大戰的時候 超人力大戰 當然要提到 九位的主角 他們各自都有不同的超能力 所有王族的後裔 都有不同的特殊能力 阿西的就是重力控制 阿葵呢 完全學習 瞬間移動 那些能力 其實是叫做創造劇情用的 我覺得是拿來 但他沒有formance 我覺得有點輕鬆的感覺 這套東西給我看下去 他是觸動到 我是很想看一些很黑的劇情 沒有的 你不想看了 我是想看鏡頭後 他們在那裡撕殺 然後一鏡頭之後 大根抱頭 我懶得說 姐姐 哥哥 這裡不是TVB 不會有什麼真產案 不會加到仇恨 沒有這些東西 我明白 這些科文社的作品 正面 陽光 和平 播到第三集 其實說 大體罪說了的就是 不是說了九個 大概六個人左右 他們對王衛成繼權的態度 長子阿修 其實他沒有什麼興趣 他是為了什麼呢 他是為了阻止阿修 成為這個國和 不知道為什麼 當然 這是他慢慢鋪的劇情 總之就是 他們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態度 對這個王衛成繼權 當然你說 阿修當然是這套作品 現時裡面的人生贏家 第二集就已經 準女朋友了 還不是人生贏家 我又覺得不算輕鬆 其實我覺得有別於我看科文社的作品 因為科文社很少是家族 可能認識的都是朋友 同學 或是界論社 但這裏是 全部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一起住 一起吃 一起睡 可能是一家學校一起讀 可能是招見科馬見面 也是 他們的親密關係 和其他作品 科文社的作品是不同的 最後我還是說 大家不要怪我 大家看看這套作品 稍為放下你善良的一面 稍為邪惡的一面 你真的會覺得這套作品 是很有黑的情質 我覺得真的是 真的很期待 不過我知道這個期望 是一個妄想來的 你叫DeeTherzop 是不會出現的 你叫DeeTherzop 狗雲奪的 人更好看 狗的男 狗的王子 在那裏公子差王位 多好呢 我覺得不是應該 劇情其實是這樣嗎 當然大家都知道 我看電影一向都很負面 那沒辦法 這件事 大家都是不怪我 這件事 大家都是想聽我這樣說 其實 那我們這一套去到這裏 那我們去下一套 下一套